欢迎干净世界和油管的观众朋友们回到小门谈天 今天是2023年8月25号星期五 今天我要讲讲日本核废水在中国和其他国家引起的反应 也要恭喜台湾的芒果在今年7月份再次进入日本学生午餐 我也谈谈食品安全的本质是什么 我上期做的台湾的科技与狠活没有看过的朋友 等一会去看一下哦 看过之前视频的朋友要是忘记订阅的 先点下订阅支持一下吧 今天我看到网络一个帖子让我感慨万千 这位网友曾经带中国团去日本旅游在一个露天市场 一个老人家知道他们在说中国话 他从摊位里走出来深深的鞠躬 把他们吓坏了 老人说他妹妹在福岛住 灾难时得到过台湾人的帮助很感谢 这位网友说他都不好意思说 那是台湾我们不是一伙的 我们中国那时候是在载歌载舞庆祝你们死人了 福岛地震是个大灾难 很多国家伸手相助 灾后重建其中一个重要环节 就是如何解决福岛周边地区的农产品和海鲜 是否遭到核污染的问题 还有核废水的排放问题 在得到了联合国和监督机构的批准之后 日本于昨天8月24号下午 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处理过的核废水排入太平洋的计划 中国马上发布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的公告 日本诸华大使馆指出 中国的核电站目前排放废水的穿含量是福岛计划排放的4-7倍 根据2017年中共国家核安全局公布的文件 大亚湾核电站6台机组年排放量仅仅液态穿就是福岛计划年释放量的10倍 而这份文件也如网友所料已经被删除了 台湾农业部周三也表示 自从日本321大地震后 集队沿近海远洋渔货物采样检验相关指标都合格 8月24号中国的时政博主李建盲 在微博平台分享了自己对于日本福岛排放废水问题的看法 他说自己在中国原子能研究院工作8年 他的文章从几个方面介绍了这次日本排放废水对人们生活的影响 其实是安全范围内的 文章最后就提到了 如果你们不信日本人 你只需要信任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 IAEA专门为了监督辅导排放成立一个特别观察团 团员里面除了其他国家专家 特意包括一名中国专家和一名韩国专家 这两个国家的专家是绝对不允许日本政府蒙混过关的搞任何欺骗 目前微博文章已经被删除了 李建盲的账号也遭封禁 中国科学必须讲政治 不然就不能叫做科学 核废水的影响是一个科学问题 要看数据 要看未来的监测结果 从日本提供的数据 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调查结果 里面包含了中国和韩国两个专家 那这两个因为历史原因对日本不友好的国家 他们都通过了 再从作为靠近的台湾政府的数据 我还是相信日本海鲜的安全性 这几天我在海外的日本超市逛 人潮一点都没少 一如既往的好吃的东西卖断货 那说明普通民众对这个事情还是持放心态度 我不太清楚日本对中国销售的金额和对整个出口的影响 暂时没有看到这个数据 但是对日本来说 相对比较容易在其他国家找到买家 大家知道日本货不像淘宝货 量通常不多的 卖完就没了 真喜欢的是不计价格的抢着买 我自己会继续买我通常买的日本某些海鲜产品 不会受这个影响 当然大家会继续关注各个国家未来的监测数据 数据没问题 我想大家还是会继续使用 当然有些人对这个东西很敏感 选择不吃 那也是个人选择 大家注意到没有 这么多年来 当中国人和日本人在质疑中共核电站排放核废水的实际数据时 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专业回复 你说我不好 那你来检测 我告诉你我们的实际排放有多么的达标 比日本低等等 如果有这方面的回复和比较 才能够服人 反过来讲 他们就是一味的批评日本排放核废水 而不能给出科学的逻辑 甚至不敢针对自己的排放做科学辩论 那我们就不得不怀疑他们的出发点了 全世界放宽管控的时候 他们清零封锁 说自己科学 2022年突然解封 造成大量死亡时 他们也说自己科学 那说来说去 他们的科学就是领导的决绝 不能让人信服 还闹出大量笑话 我的一位专业做污水处理的朋友 曾经跟我讲过北京的水污染有多严重 南方周末曾经在2013年出一篇文章 不能喝的北京水 作者两口子 丈夫在国家发盖委公众营养与发展中心 饮用水产业委员会工作 妻子是北京保护健康协会 健康饮用水专业委员会负责人 他们家是对中国自来水 有顶级理解的 长年的水池研究 让他们养成了自来水 不碰嘴唇的习惯 作者说 我们上周刚测试了 自来水中硝酸岩以淡积的指标 已经达到每升9点多毫克了 虽然这一指标被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 10毫克每升的标准 但是已经很接近了 他说五六年前这个指标还在 1到2毫克每升之间 就在2011年还只有4点几 多年来作者检测发现 北京自来水的水质在逐渐变差 这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对夫妇的影响下 他们身边的亲朋好友 也借了喝自来水的习惯 成了超市里矿泉水专柜的常客 南方周末首发文章之后 引来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 迫于压力 作者不得不回应 不回应则已 一回应更吓人 他说从这篇文章来讲 只是讲述了自己的生活习惯 而且自己是做水化验的 只不过有这样的条件 对水进行监测和选择 而一般的消费者 是达不到这样的程度 也就是说 到底水的品质如何 只有有条件的人才能知道 普通百姓是没有条件知道的 那迫于压力 他还要强调 自来水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大家可以喝 但自来水是一种安全水 不是健康水 对我们的健康并不是很好 对于中国食品添加机 饮用水 核排放等等国家标准 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了 所谓的安全边界设的很宽泛 跟国际标准有差距 人家都是最懂中国水的人了 质疑这个在国家安全标准 规定范围内的水 长期摄入对人的健康可能没有益处 这完全是一个科学问题 应该引起全国对自来水标准的大讨论 十年前就接近国家标准的最高线了 那现在如何呢 没人在讨论 而偏偏官媒的风向就变成了 你说 这是不是符合国家标准 如果符合你就闭嘴 符合国家标准的东西多了 在国内那种环境 不能讨论国家标准的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看这个视频 其实现在大家吃的面粉 某种意义上叫做面味粉 而不是面粉 它是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 最末端的产品 跟你说一个绝大多数人 都不知道的真相吧 根据预包装食品相关规定 允许面粉总量不超过25%的比例 可以添加其他的添加剂 为了把这25%的添加额度 用到极致 面粉工厂也是绞进脑汁 首先他们会去掉小麦敷皮 先把胚芽提取出来 当做小麦胚芽粉来卖 这是小麦面粉加工最高端的部分 也是小麦最香最营养的精华 可以卖个几十块钱一斤的高价 第二步 工厂把小麦的卖芯也提取出来 做成卖芯粉 这部分大概能占到 整个小麦粉的20%到30% 又精道又亮白 可以卖个十多块钱的终端价格 胚芽和卖芯 这些好东西都被抽取了之后 剩下的才是市场上 你我都吃到的普通面粉 这种没啥营养的面粉 看着不白 闻着不香 吃着不精道 肯定销量不会好 那怎么办呢 工厂就得想办法了 先加点蒸白剂吧 白是白了 但是剂不压秤 手感还粗糙 那就再加点华石粉 华石粉导致密度大 压秤又便宜 还能让面粉更加的又白又细腻 这时候就需要解决防腐的问题了 加点甲醛刺硫酸钠 就是大家俗称的掉白块 它可以很好地解决真白和防腐 为了口感筋道 还有更猛的厂家 直接上棚杀 这可是公认的一级致癌物 但是它可以大幅度地提高弹性 如果这样依然不够好看不精道 那就还有另外一个真金神器 叫做藕蛋甲醛胺 你可能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它是一种工业发泡剂 常被用于鞋垫和瑜伽垫的生产 藕蛋甲醛胺加热后 会分解出三类的致癌物 氨基尿 二十多年前就有很多国家都禁用它了 但是这个东西真金的效果杠杠里 市面上的强筋饺子专用粉 馒头专用粉 面条专用粉就都有它 如果还有更高的其他味道和口感的要求 真香剂 改良剂 生化剂 绿化剂 还原剂 腐化剂 蓬松剂 保水剂等等 你就来吧 最后出厂打上一个漂亮的包装 到市场上卖给搞不清状况的普通老百姓 这种面粉有着诱人的香气 好看的颜色 筋道的口感 加上低廉的价格 除了没有味道 没有营养 还有危害以外 剩下什么都好 这样的面粉可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但是吃了对人的影响 可就不好说了 对自己的东西不可以质疑 质疑就是境外势力 对外人的东西可以不讲科学的质疑 即使不讲道理也是爱国行为 这就是当今中国的一个流行现象吧 继台湾的凤梨、五仔鱼等农鱼产 遭到中共禁运后 中共在21号再度以台湾芒果 剪出大洋豚粉粉戒 暂停台湾芒果销往中国 7、8月份台湾的爱文芒果正值产季 台湾农粮署在6月30号 在台南举行了芒果输出日本行销记者会 提供的芒果通过产销履历验证 优质安全作为营养午餐水果 供应给日本6所学校 约2200名日本学生 大家知道日本对于小孩子摄入食物的营养和质量的把关 如何严格吧 现在中国不要 日本要 中共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科学一定要服从党的指挥 科学要看当时时局的需要而定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就是上期秋时说的 中国法律的规定本质上是跟老百姓没有关系的 是统治阶级意识的体现 我今年中去台湾旅游 吃到了一位原住民开的烧烤店自制的台湾香肠 是用台湾黑猪和山猪肉混合自制的 是一种以前我没有尝试过的味道 大家知道台湾香肠在中国国内或者国外吃火锅或者烧烤的时候 是一个可以单点的菜品叫做台湾香肠 很独特的存在 甜甜的 我在网络还购买了台湾著名的黑桥牌香肠 真的很好吃 在东南亚的朋友可以去shopee上寻找 台湾食品在东南亚也开始慢慢热起来了 我上次参加的台湾美食展上 有的台湾商家热心介绍 他们是如何挑选好的原材料 继承祖辈按照传统工艺生产 说起来自家的产品滔滔不绝 一看就知道他们对产品的热爱 他们自己家里煮菜也在用 大家知道吗 一个东西好不好 生产商家敢不敢让自己的孩子吃 这是一个最明确的标志 谁也不会故意去毒害自己的孩子吧 如果知道自己的产品不好 通常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吃 一个本来很简单的道理 那在当今中国成了奢侈品 这点大家都承认吧 卖外卖的不吃自己的外卖 卖牛奶的孩子喝国外的奶 自己做什么不敢让自家人吃 经过短短几十年铲除信仰败坏道德 各个行业人群的主流变质了 就造成了群体互害 各个行业都在无死角的互相打击 我最近在看一些台湾旅游杂志 看到采访这个高雄左营的 秀珠冰果市 卖甜品的店 店家说 我们的用料没有特别不一样 就是把基本做好 自己的家人朋友都会来吃冰 不敢给家人吃的东西 就不要拿出来卖 这句话太令人震惊了 感觉上是应该很简单做到的事情 却又变得那么的难 我上次在台湾旅游吃的一家甜品店 看到店主的家人走进来 很自然的直接就把锅里的东西捞出来吃 吃完了还带了一大包走 估计是带回家给亲友吃 看到他们这样做 连我吃的也就更安心了 很多人都在想 台湾如何在大陆的压力下胜出 抛开军事准备方面不谈 台湾能够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生存 甚至壮大 那中国大陆和台湾的科技与狠活 这种软实力的对比是非常重要 如果能让好的 善的 美的台湾产品 深入国际买家的人心 把台湾人那种传统道德价值观宣传出去 在形象上让台湾慢慢变得跟日本一样 成为人们心目中的产品质量好 有诚信 食物美味 又带人亲切的地方 用我上期台湾的科技与狠活中的话来说 就是让台湾从文化上跟世界加深融合度 会得到更多国际朋友圈的支持 我上期视频中有位新加坡观众留言说 我是第三代新加坡人 台湾是我们的朋友 不是我们的敌人 昨天台湾开放对在中国外的大陆人的旅游了 我在国外的中国朋友会非常开心的 趁大陆没有完全开放之前 在游客过于拥挤之前 赶紧多去台湾旅游吧 好了 喜欢这个视频 就请在下面多多留言 点赞分享 要记得点赞订阅小木探天 在干净世界的频道 视频链接就在置顶留言 大家也请加入小木电报频道 不要错过视频通知和日常更新 想要赞助小木的朋友们 视频出门栏也有赞助链接 支持小木做出更多好节目 非常感谢大家了 因为有你一路同行 我们下期再见了 我们下期再见